请笑一下彭笑大哥 你怎么观察 昨天美丽岛电子报 跟今天两份民调 都有类似的结构 第一个结构是赖清德的盘 淹没在四层附近 所以民党事实上铁盘有归队 可是四层事实上是不够在 一对一当中取得胜利 那所以呢 最后的选战到底是一对一 还是沙喀都 事实上是有变化的 那沙喀都以现在 这个蓝白盘来讲 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跟这个政治的角力 现在来看民调 坦白讲有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说风险呢 因为刚才前面大家也都讲过 这里面有的是在带风向 未必就是真正的 所谓反应的民调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有没有归队 应该可以说 整个台湾的人民 对于2024的大选 是不是有把它放在心上 是不是有care这个事情 如果说他还没有真正的 把心放在这里的话 那么现在做出来的民调 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些问题里面 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出说 这个赖清德的 这个支持度来讲 大概目前看是四层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当年这个蔡英文得票是 57.13 换之就说 这个另外的那个 百分之十七点多 到哪去了 是没有浮现出来 还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瑜 他的得票是多少 38.6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刚才的 所有的这些民调里面 侯友宜加郭台铭 加起来就是38.9 左右 换之就说 这个当然这也不能代表说 就是韩国瑜当初的 这样的一个盘 那么我觉得在这里面 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什么 是国民党内部 因为现在最大变数 就在国民党内部 但国民党内部 最值得留意的人物 不是柯文哲啊 而是郭台铭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是 为什么郭台铭 这一个月内掉了6.4% 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 玩味的 因为这个 趴数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而这一个月之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两点观察的 这个切入点 第一个就是说 旺旺中时 这一个月内 持续密集的炒作 这个攻击郭台铭 虽然旺旺中时 有他一定的机构效应 但是不可否认的 他至少在蓝营内部 是有发生一定的效果 第二个 就是在这个月内 我们看到 这个 中国国民党 副主席夏立言 到大陆访问 那么这个 也会影响到 一些的 这个对国民党内部的 一些的倾向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当然第三个 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就是郭台铭开口了 我觉得说 当郭台铭开口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这个选战一下子 有趣起来 因为他又是请妈祖 又是请关公 所以上一次是妈祖 妈祖共沟了 但是这一次 有关公来加持的话 当然状况会不一样的 有些人 你不要开口 还会比较好一点 一开口以后 反而会让人家 看出说 他的不足之处 你的意思是说 他开口 他的这个 起手势不OK 所以他的民调 也跌 这样子吗 我觉得 这个非常值得观察 这个就好像 我常常comment说 侯友宜不敢评论 重大国际 国内议题 只敢讲 好好做事情 但是好好做事情 也是刺七% 但是你如果 每天好好做事情 也是一直要试 就很多重大议题 你不能只是回应 这种空洞的 口号形容词 所以 所以这未来 这个变数在哪里 侯友宜也不能够 永远的就讲那句话 好好做事情 他现在已经减少讲了 为什么 因为他被人家嘲笑了 但是他能讲什么呢 对不对 国民党这样大阵仗的 到大陆去 这个 王沪尼这样大阵仗的 来接待夏令言 这部戏 这出戏 到底是为谁而做 到底 中共是把这个做给谁 会是侯友宜吗 看不出来吧 反而更像是 好像做给朱立伦 你看 接着 夏令言回来以后 朱立伦的老丈人 高逸人 他有21世纪基金会 马上又召开一个什么 研讨会 什么反台独 也发布了一些民调 台湾 反台独的多少等等 远然就是跟中共 夏令言这次去中共那边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共同基础 有关系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出来说 还有一个叫朱立伦的 他还没有正式的曝光 还没有正式的表达他的气图 但是他默默的正在影响了这个局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